把他用那個vba寫的話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基本上大概就這樣 按下按鈕自動把這些資料搬過來這邊 類似像這樣 那其實邏輯跟那個index 剛剛那個index方法其實蠻像的 OK 只是說我有點像把他轉換成vba的方法寫 那好處就是說 將來你可以不用像我們剛剛這個這麼長 其實已經算是把公式在盡量精簡化了 但是呢其實還是蠻冗長的 而且裡面做了蠻多事情的 可是如果用vba來寫的話你可以把它拆成好幾個部分敘述 哪些部分敘述 第一個我要怎麼把資料拆出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你可以先撰寫方法跟剛剛一樣 第一個插入一個模組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插入一個人式分欄 那這個人式分欄到底要怎麼寫比較簡單 其實基本上 我大概敘述一下吧 這個地方的話基本上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 跟之前的 第一階段 處理的事情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 要 怎麼樣 這個地方 放個k好了 比如說這邊 執行好了 第一階段的話 不過這裡的話因為他 他剛剛有放那個日期 所以他把格式 也幫你把它改成日期 有沒有 2345 有沒有 那剛剛是1234啦 主要是因為 我們待會要抓的 其實是第2列 第3列第4列 所以這邊的話是2到 33 那首先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輸出 像這樣的一個 有點像剛剛用Column跟Rod 做法差不多 那只是說呢 VBA怎麼寫 首先的話寫的方法 第一個 其實我們可以用那個 4i跟4j來寫 裡面再加個k就可以了 寫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那以後如果你假設要輸出到某一個範圍 很簡單 一樣 反正呢 用 用i來決定哪一列 用 j來決定哪一籃 籃的話呢 你不能用d 跟g這個名稱 你只能用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第4 5、6、7 所以4到7 那所以呢 假設你要把這個範圍先圈圈起來的話 一般我的習慣這樣 4i 等於2到9 Enter兩下打個NAS 移到中間按個TAB 下一切 意思先這一列 然後呢 在裡面的藍 4j 等於 第4藍 到 第7藍 NAS OK 那這個就指的是 這個範圍 OK 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裡面的話呢 我要輸 假設吧 我們先輸出數字好了 指的是 第幾列 要抓了資料 等什麼資料 所以呢 我們就什麼 再來 輸出的話記得前面一定是Sales 哪個儲存格 刮鬍 哪一列 其實就是第i列 哪一籃 就是追籃的意思 這樣的話呢 他第一次會先抓這個 第二次抓這個 一次類推 也就先把這一列先抓完 換下一列 換下一列 OK 那裡面的話呢 假如說我現在等於 如果等於沒有的話 其實現在就等於是 執行的話 等於是裡面就把它清空 可是我現在不是清空 我現在裡面是需要 放個什麼 那如果你放2的話 裡面就全部放2 OK 那是如果你希望他 第一次 輸出是2 所以 K等於2 如果這邊放了K的話 那當然就是 就是什麼 全部都是2啦 這個 如果你在底下 怎麼樣 如果你希望呢 當他輸出 第一次的時候是2 第二次的話呢 加1 變3 變4 那如果這個規則出來的話 再來 第二階段 就剛剛我們不是有點像 卡倫跟弱嗎 那第二個的話我可以 在這個地方 把什麼資料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位置在哪裡 第2列 有沒有 第2列不是在這裡 哪一欄 B欄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敘述 Sales 刮虎嗎 第2列 第3列 第4列 哪一欄 所以後面的話 你就說 逗點 給他 B欄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把 第1次抓這個 第2次 第3第4 一次類推 那不就 符合 我們剛剛的公式裡面 第2階段 有沒有 先數字表格 然後第2個是抓 還沒切割的嘛 所以執行 那你會發現 這個還沒切割的 只是欄寬有沒有 好像不符啦 不過如果欄寬 你希望讓他 可以自動調整 我們剛剛是選了這4個 然後快點兩下 VBA是這樣寫的 你就打一個 column COLUMN加S 第幾欄呢 第1欄 冒號 到屈欄 後面你只要加一個 點 自動調欄寬 自動 自動 FIT 這樣就可以了 自動調欄寬 這樣子呢 他就會幫你把 第1欄跟屈欄 自動調欄寬 自動調欄寬 這個還蠻好用的喔 OK 也就是等於是你如果欄寬 資料變動 他會自動幫你調整 OK AUTO FIT 好 那可是最後了 最關鍵的地方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像剛剛一樣 那不是 可以參考剛剛的方法 MID MID 所以剛剛這邊我們用MID 所以這裡的話呢 因為VBA是MID 所以在這邊MID MID是切割 切割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豆點 這邊的話呢 豆點 他會問你說哪一個字開始 那剛剛是 什麼 根據這個 可是根據這個的長度 那問題這個怎麼怎麼跟他講 這是哪一個 基本上呢 這個是哪一個的話 那我們一樣 一樣用LEN LEN就算說 他裡面有幾個字 那哪一個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怎麼搞他 一樣嘛 Sales 哪一列 一定是第一列喔 固定嘛 所以1 有沒有 一定不會變2啦 豆點 後面的話當然你想說 那我是不是用D 可是D的話 就有點像固定 就這樣錢的幅度 不對 可是問題我希望呢 他每 每一次都變動 那跟著什麼變動 其實就跟追變動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改成追就可以了 等於第四欄 他就抓第四欄 第五欄就抓第五欄 OK 然後的長度 所以記得LEN刮弧 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這裡面有幾個字 然後一樣什麼 加多少 加兩個字 OK 豆點 幾個字 99就好了 當然啦 你想說990 也可以啦 反正你只要 給他一個數字 是超過那個 你要取的文字長度啊 如果取不到那麼多 那 就是全部取的意思啦 OK 就像說你欠銀行錢嘛 反正你如果 拍賣完了 反正全部啦 你如果 不夠的話 就算還是欠銀行錢嘛 反正通通拍 都拍多少 對不對 他就是全部拿就對了嘛 OK 也就類似的概念嘛 這個也是 後來我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我本來想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去計算說 後面有幾個字 那我們就要想說 總長度幾個 然後如果扣掉那個 幾個字之後 留下幾個字 好麻煩喔 那我想說 後面不就是那些字嗎 那我就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看看 沒想到 就是留下 我要的那後面那些字 我發現這一招更簡單 就可以怎麼樣 讓這個程式邏輯 變簡單了嘛 這好方法啊 所以寫程式 像我的習慣是 盡量讓那個邏輯 越簡單越好 你不要為了說 為了要解決一個小小的問題 然後你思考很久 沒必要啦 反正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就好了 結果是對的 就OK了 OK 所以有時候啦 真的不要在那種小 地方在那邊鑽牛角尖 OK 沒有必要 反正就是事情先解決再說 後關符一下 OK 所以理論上就是 原來是這樣嘛 然後我們外面包一個MID 算他 這個 蘭惠名稱 有幾個字 之後呢 把它加2 99 這個邏輯 那不就跟剛剛的一模一樣 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寫 好 那做完之後一樣 然後再加AutoFits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樣基本上應該就寫完了 剩下來的話 我讓他跑跑看 如果OK的話 那應該就 大公告成了 對 輸出結果 沒有問題 OK 其實你會發現啦 寫這樣子 其實跟寫剛剛的那個Excel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但我有時候覺得反而這樣寫 你可以比較悠哉的慢慢敘述 OK 但如果你在Excel裡面 你會覺得 好擁擠 而且壓力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也只能夠 直接在這邊把事情完成 那如果中間有個地方出錯的話 你還是不知道 而且他 他沒有辦法加個變數啦 像我們這邊 其實有個好處 就是呢 你可以加個K 有沒有 但是他裡面 沒辦法加個K 或者是說裡面有個變數 我們可以 再增加個變數放資料 但是 在Excel裡面 在公式裡面 就沒辦法 甚至他沒有辦法幫你怎麼 自動調藍寬 那當然 這個地方 加上去 最後的話 如果清除 那我們就是 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For i 有沒有像我剛剛 For i 等於2到9 For j 等於4到7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變成清空的 這樣子是個方法 但是呢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我講過 你可以用Range D2到G9 有沒有 點Clear Contents 這樣其實就清楚了 或者是另外一招 我講過 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東西 這樣也是清楚啦 看各位習慣 像中正把它執行 這樣OK 之前我跟各位講過 有同學是在這邊加一個空白 好像會出錯 但是好像我Range又沒有出錯 我不確定 不要執行 只是說這個執行的話 變成它裡面 會變成多 莫名其妙多個空白而已 OK大概是這樣子 最好 養成好習慣 請你不要在裡面加 有的沒的 OK 或者你乾脆 試著用什麼 點ClearContents ClearCL Contents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OK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切換給各位